先跟老师稍微简介一下 我的资料在这边 好那 我有买关键字 所以你用我的买关键字就可以了 那么 我把 画面广播给老师一下 让您看得比较清楚 我有这个YouTube的频道 那也有就是Vlogger的部分 那么我给老师稍微看一下 以后我们的资料的话我都会放在上面 好您可以直接找关键字这样就可以找到我的资料了 好 没关系 那您进来之后这个地方呢就是 我都会把 每一个地方的沿起 只要我成功录下来的都会放在上面 那么 您如果在Google呢直接找我的这个 关键字的话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还有一些 在学校像 在领中这个也有那个数位学习平台 像 现在我的资料通通都放在上面 这其实 去学校上课还蛮单纯的 两句的话 顶多都在一个麦克风 就好了 所以 其实 以后老师事实上 也不管 学校的平台是用哪一种 其实 您只要把资料 整理好之后 说真的以后在 教学上真的就 蛮 变得比较轻松 简单 那么 这个还在跑的时间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 那您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主题 真的有比较赶一点 不过呢 没有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就是跟上网 没关系 就是smine 我问一下老师 有没有老师用过新制服 有 哦 老师有用什么软体的方式吗 有用 软体的方式吗 新制服只是一种方法 对不对 好那其实你用哪个软体 都蛮没关系 那smine这个好处是因为他所有的软体 作为系统都有 好这个作为系统都有 所以 加上又是免费的 当然他有付费的版本 但是免费的应该就足够我们用 如果老师觉得说真的不太够了 你在 想要把几个功能 你觉得说我一定要的 你可以 就是在 用购买的方式 那他今年 是2012版 他刚好推出新版本 2012的这个版本 那 他也推出了新的授权方案 可以 终身的 好可以1000多块而已 1000多块用14人 应该会有 你跟其他软体比起来应该就差很多了 那所以 最重要是这个 思考的方式 那 其实他也可以当做简报 那我会比较把它当做就是一个 我思考的一个 整理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像 老师您可以看到像我在这边 我们 有点 然后 开始 建立几个主题之后 我可以像 这个老师 像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像 我们在什么 Excel里面那个叫做 叫做什么 工作表 对不对 一样的 所以 而且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从这一点 我可以直接从这边点过去 就跳过来了 有没有 一样的方式 那这样子就不会说 好像你只有一张纸 我 怎么画 就是那么大张 太大张了 你要看走是不好看 所以我们可以向站过来 那 一般来讲的话像在这边的话 这个答案没找到 没关系 那这个新制图 您可以看到 事实上 新制图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它就是用一个关键字 用一个关键字 有一个主题之后 然后你把你有想到的 有想到的 一个一个把主题把它加进去 那 其实像比如说我在规划课程好了 我们也不可能说 我就专门一个时间 一整天通通都在想这些 不可能 我们常常都是 可能你走路的时候 可能利用空写的时候 有想到 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很方便 不管您是用植体的方法 还是用您的 智慧手 行手机 有没有 很多都在上面记事 甚至拍照 对不对 把它拍下来 那这些东西 你回去之后 可以再会整一下 慢慢的把它整理出来 那新制图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你看比如说像我在这边的话 这一个 讲跟我们个人的档案有关的 有没有就想到很多东西 对不对 想到很多东西的 那这些东西 可能 彼此机间又有关联 或者说 要做调整的时候 这个就 用软体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在调整比较方便 比如说有发现说 这个东西跟什么 跟这里也有相关 我就可以利用它的关联 这两个也是有相关的 那你可以再做一些关联的动作进来 这样就 OK 那当然要依来依去也是很简单 这个应该其实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里面 这样就翻进来 很快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做调整就非常方便 当然新制图 预设的方法是 像我们各位老师现在看到的这种顺时针的方式 这样 在使用 那当然你不见得要用这种方法 可能要看您的情形 所以 像一般新制图的话 您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 我就觉得 这个 是 这样子用可以 可是在这下面的话 我不想要用这种方法 您可以看到这里 像我在右手边 这我就把它改成树木状的 树木状的 其实 它的形状有非常多的 你可以改成这一种的 这样子看起来 所以 比较远一点 比较远一点 这个 其实使用上不难 使用上不难 那 新版本的话 最主要还有增加的 这边 有一个就是修订版本的功能 也许如果老师以前曾经用S9 他这次新版本很好的就是 因为 我们思考的过程可能怎么样 中间一定会有改来改去的 可是万一如果你改错了 他可以很容易就回来 你可以随时回到这边 那么我们现在像 各位老师有用过那个 Office 2010以后的版本吗 2010以后的 没有有没有用过那个Google文件 就是现在叫Google硬别 好网路上的那种版本 他们都有什么 叫做修订记录 也就是说你在修订的过程 万一我有错了 我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 您可以在这边去找到 那这个预设这个 面板 可能老师打开你的软体的时候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您可以到这边检视里面 您可以找到这里 万一这里没有出来的话 您就是找其他 这里可以把它勾出来 好可以把它勾出来 就是万一你 预设软体预设这个 面板没有检出来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弄出来 那 这里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那 这边呢 最主要就是 它里面像我们先到它官方网站看一下 这个软体有个好处 我的已经出来了 好处会出来了 来这边 那您可以到这个 这是我 之前 雅虎的部落格 好那后来我已经搬到这个 Google的 因为 雅虎已经不受收信 请老师知道 这款软体应该不知道 然后最近这两天 另外一个消息是 MSN 即将 即将拜拜的 因为他下一季之后 就会 贿赂到哪里 试看 好也就是说他已经 会行了 因为文字式的 这些功能 可能已经不太 满足大家需要 因为像雅虎 这个地方可能很多老师 没有特别注意到 事实上 您如果去这个雅虎的时候 我们平常做搜寻 虽然看起来他外观都一样 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搜寻情是由谁提供的 有微软提供的 有微软提供的 你现在看到了 其实 已经只是他只正可以 雅虎真的不行了 你看我找他自己 你找完了之后 重点是在 最下面那边 所以我要搬家 因为 雅虎 像如果老师用过雅虎的 Vlogger 他们那个 现在搜寻的部分 不能用 搜寻的功能是完全不能用的 这个 不ok 你看往下走 来老师您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powerby什么 bin有没有 bin是谁 bin就是微软的 因为如果您去过msn 你来到这边 在这里 叫编拿出来一下 有没有看到b 对不对 所以其实雅虎真的没有做搜寻情 他现在连自己核心的东西都不见了 所以他要再起来有点困难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您看到 您看到现在这里 我们到那个 s-mail官方网站 您可以直接用这个s-mail的搜寻 那他的好处是因为 他的这个有中文的推广网站 那么您刚在我们这里所看到的 像这两个就是他那边的这个文章 你看我们在新字图 老师有没有想过你平常在思考的时候 然后你除了这种文字式的主题以外 还有可能有什么资料 我们平常在想 我 有一个网址是不是可能要点出去 对不对 你看这后面这边 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超连点 所以我在思考之后 我发现这个东西 反正我那个网址我已经找到了 收信也知道我找到了 我就先把网址 先整理起来 那下次可以在那边用 所以您可以按右键在这边 有没有有一个超连点 您可以选择是直接连到网站上的 也可以连到三一档案 也可以连到三一档案的 那也可以连到不同主题 也就是说我新字图里面 我有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页面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直接超连点过去 那这样的话你的 就会更连贯了 对不对 所以您可以用这个方式的把它加进来 那像我们在这边找到了 你看这边就是它中文的推广网站 那么您在这边开一个新的之后 一开始 您可以选择 当然可以选择用 这个 范本式的 像这样直接选 其实你可以发现他能够做的东西也不少 你要把它再放大一点 你看 他可以用哪几个 你看像一般的 我们专案计划用这种 对不对 好那你也可以专案报告的 或会议管理的 组织图也可以用 像一般老师可能我们比较常 组织图就是用那个office里面那个 对不对 握着里面那个直接去画 可是说真的要改 还是不是很好感 而且尤其 当内容比较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要改真的是蛮痛苦的 那另外 像这个 专案的控管 这个也是新的 也是一个新的 就是 他这次还有加上干特图的功能 干特图 那干特图的部分 真的是属于付费的 不过没关系 因为如果说老师你自己有平常就有在 有时候我们在做同学的那个专案 管理的时候 也去有机会用到对不对 进座的控制的时候 您就可以尝试看看 那下面这边 您都可以参考一下 像年度计划 像这个女古徒 对不对 好 那假设老师如果用一般的 他风格就没什么关系 用一般的您可以先进来 进来就是一个中心主题 比如说今天如果是 讲有关于这个数位教材制作的 好 那我有一个这样的主题之后 可能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数位教材用什么方式去制作 像 我们可能就去 看你是要用分类的 假设我用分类的 我可能影像的部分 影音的部分 像下午 我们海山老师也会分享一下 就是用影音的方式 怎么去制作的 我就可以增加 你可以按右键直接来这边插入主题 这样就可以增加 其实说真的 因为 常用的话 我会喜欢用快速键 因为按音色的就好 键盘上的音色的就可以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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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enter的话是同一个同一个主题 但是如果你是在下一个主题 我都是按音色的 就直接进去比较快 就是这边 你看他这边都有那个 你看像这样 那他除了一般我们像这样 比如说这个有这个 影像的素材 好 有这个影音的素材 然后呢 可能我们的教材现在还有很多时候来自网路上 网站的介绍 那也有可能是来自就是这个 可能老师的那个教案里面的对不对 很加工的 有一些教案的内容 好 针对这些影像素材可能 我们会再怎么样 再从里面再去找 再去增加 那如果您觉得说这样子 好像要看不太容易 没关系 你点到他之后 你来这边 好换一下 如果你比较喜欢组织图的 他就下来了 调整顺序 就是这么简单 他的好处就在于说 因为是新制度 所以你要很开放很自己 那每一个内容 这个下面如果你觉得 我这个下面 还要再增加 他的分支等 那这个呢 这个我把它比如说到影音好了 影音我们可能是自己拍的 对不对 您也有可能是现在很多时候 会怎么样 来自那个 有没有老子有一些教材 可能现在你是来自YouTube上面的 因为上面有很多资讯 下面这边 如果你是在那边 看博物上也对 你这个随时可以做调整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弹性 那像这个地方 你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增加的都是文字式的资料 您可以到哪里呢 如果我有照片的 你看我影像的素材 我如果上网了 比如说我来这边 找到这张图 我有需要 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之后拿到哪里 拿到这边 假的我就 加在他的下面 当然你也可以从上面这里增加了 从上面这里增加 意思是一样的 好像后面怎么样 还是在他的下面增加主题都可以 直接删掉了 然后我先从这边 好 在这里我就把它贴进来就好 有人就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内容 因为我们如果说老师单纯用纸笔的 最大的缺点就是 你可能要这些图片隐蔽的资料不容易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有些 资料可能是属于复件式的 对不对 就是好像简报一样 我在这上面其实并不适合怎么样 放一次放太多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两种方法 一个 自己拍的 你从哪里拍的 你可以来这边 你可以插入什么 注解 就是所谓的备注 点到这边直接把一些 比如说我可能网站上的资料 那我就把这里 把它复制过来 贴进来就好 但是如果这里有照片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如果你在这里的时候 好像没有看到插入照片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你按一下旁边这个 因为 它会在下面的时候 这边有没有出现照片 刚刚那个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直接按右键的注解 它是比较简介型的 如果在这边你就可以自己插入照片 插入网址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做一种 就是注解的 另外一种方法 我如果从这里来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影片 不能直接贴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什么 用附件的方式 有没有 在这里有一个附件 灰文针 直接拿进来 告诉他 这里我需要用这边的 那他就 点下去 这边就直接开启 所以在新资组的使用上 事实上还蛮 蛮不错的 就是 他可以很灵活的去应用 那 这中间如果说 这两个 假设我们在这边 来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两个 有一些相关联的 需要做注解的 你看 可以加一个摘要 对不对 你可以加摘要 甚至这个 又跟谁有相关的 你再把 像我们刚刚一样 再把它拉过来 那这样的话 这中间你可以直接增加一些 就是文字的说明 所以 你会发现说 用这种方法 可以把您的 思考的东西 可以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我们讲很多 但是 你画出来 把它具体化之后 有些之后 落差蛮大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新资组 用这样的方式 老师应该就会比较清楚说 其实 如果能够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把它 完整的记录下来 以后在执行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跟我当初想的 会比较接近一点 也许没有办法版 但是至少可能接到89% 甚至 再更多一些 那我想利用这个时间 老师可以先稍微操作看看 那 网路的部分 我再问一下老师 我再问一下老师 我再问一下老师